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梗非常意外 是一个天王巨星 它就是迈克尔杰克逊 对的 你没有听错 已故天王被恶搞 而且还被流传成为了都市传说 最关键的是 随着互联网的传播 逐渐传出它会在凌晨三点出现 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许多年轻人被吓得不轻 那么这个恐怖的迈克尔杰克逊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它又是怎么流行开来的呢 不知道现在的10后00后的小伙伴们 知不知道迈克尔杰克逊了 如果不知道也没有关系 真正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太空漫步想必都见过怎么跳吧 45度倾斜 九分裤 白袜子 黑皮鞋 这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经典标志 它是世界公认的流行天王 拥有独特的嗓音 非常具有感染力 巅峰时期的迈克尔杰克逊究竟有多红呢 就算是100个现在的流量小声也都比不上 当然我是指国内的 业务能力更是吊打 不仅如此 它的个人魅力爆棚 全球无数人都为之疯狂 可以说是传奇般的存在 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 但是不幸的是 在2009年的6月25日 迈克尔杰克逊就病逝了 在他逝世后不久 一位名叫Tomas Rickstorff的网友 制作了一个神似迈克尔杰克逊的电子动画形象 视频的标题为 我的鬼影杰克逊 不得不佩服外国人的恶搞精神 短短49秒的视频 没有一句台词 也足以令观众感到不适 这名网友表示 视频中的角色名叫Are you walkie 不过熟悉迈克尔杰克逊的小伙伴可能都知道 这个名字并非空穴来风 而是Annie Are you okay的缩写 这句歌词则出自他的一首单曲 Smooth Criminal 随着时间的推移 围绕Are you walkie这个角色的传说就越来越多了 添加了不少恐怖的元素 很快就成为了口口相传的都市传说 根据传说当中 如果凌晨三点钟还不睡觉 Are you walkie就会在晚上偷偷溜进受害者的房间 低声发出黑黑的声音 如果你不想半夜见到他 就必须在三点前乖乖睡觉 据说只有那些听说过 或看过一些关于Are you walkie东西的人 才会被他盯上 其实关于这个黑黑 也是迈克尔杰克逊的标志性声音 很多粉丝还称他为黑黑man 谁也没有想到 这个简短的故事在互联网上就迅速传播开来 目的很简单 就是为了吓唬任何阅读到这个Are you walkie的人 尤其是孩子们 其实郑正觉得刚才所看的 关于Are you walkie的视频 还不算很恐怖 充其量是表面表情比较诡异 但是 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就很奇怪了 友情提醒一下 前方高能预警 这个生物好像都没有手 只穿了条黑色的裤子走上楼梯 还四处蹦的 特别是靠近镜头的时候 感觉脑袋都随时可能掉下来 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们想把手机给扔出去 反正正正是被吓了一跳 不过大家可以试试看调成0.5倍速 瞬间就有点跳大神的味道了 不过这肯定是网友扮演百拍的 充其量也就是博取一点流量而已 可能有小伙伴们说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谁会害怕这个东西呢 不过是当个玩笑罢了 确实 正要追究起来 还正有点悔童年的嫌疑 但是 就像是以前的QQ空间 Are you walkie在孩子之间去广为流传 一度成为了流行趋势 孩子们确实比较容易上当受骗 还对此相当的迷信 误以为凌晨3点醒着的人 都会被Are you walkie找上门 但是一些胆子大的孩子 好奇心比较重 乐于传播 甚至召唤Are you walkie 这就苦了那些胆小的人了 Are you walkie很有可能 会使他们有睡眠障碍 他们担心自己如果失眠到凌晨3点 就会出现一个可怕的唱歌恶魔 在这一程度上 会造成不小的入睡压力 甚至恐慌和焦虑 不过作为成年人 这种思维过程听起来很可笑 但是 谁还没有年轻过呢 经历这样那样的病毒式传播现象 这不算什么 后来根据这个互联网都市传说 一款名为Scapt Are you walkie的网络游戏 就此发行 在游戏当中 Are you walkie穿着一件经典的黑色上衣 它有一头黑色的头发 有几率很凌乱 散落在额头上 把Are you walkie形象进一步的夸大 游戏的设定是玩家被Are you walkie绑架了 带到一座黑暗破旧的宅子里面 玩家的目的是为了逃离这座房子 不过千万不要发出太大的噪音 因为Are you walkie可以听见房子里面的任何声音 它被描绘成了一种四脚奔跑的怪物 也可以直立行走 附带一排锋利的牙齿 如果被抓到的话 Are you walkie就会残忍地杀死玩家 Game Over 想象一下如果在这个游戏当中 还使用了心率检测器来跟踪玩家 除了游戏人物不能发出大声的噪音之外 玩家也需要时刻保持清醒 那这个怪物追击游戏的难度可不是一般大了 说实话 如果这个游戏被举报 真正一点都不会觉得惊讶 明摆着就有点抹黑麦克·杰克逊那位了 其实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 流量当道 许多人看到Are you walkie的话题迅速走红之后 也纷纷效仿 制作了各种所谓的Are you walkie恐怖视频 还有人专门在凌晨三点中进行Are you walkie的挑战 来吸引大批量的网络流量 如果制作优良一点 可能还会设计一点恐怖的桥段 但如果只是标题档 那估计加个恐怖图片或者音效就完事了 这对不了解麦克尔·杰克逊的年轻人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事 那关于Are you walkie的恐怖游戏盛行 以及各种诡异的视频 单纯的孩子们信以为真 认为他是怪物 乖乖地选择了早睡 面对这种网络现象 各地的警察也开始告诫家长 要时刻警惕自己的孩子 是否遭受Are you walkie的恐惧之中 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 还是尽早地要与孩子们交谈 避免不必要的焦虑 不过关于Are you walkie的故事版本 一直还在不断地出新 它的许多形象也被网友们玩坏了 风格从恐怖诡异到沙雕搞笑 应有尽有 现在再回看一下最初的Are you walkie形象 好像也没有第一眼看得那么不安了 更离谱的是 网友们给Are you walkie设定了一个速敌 叫做EU 进而有许多网友做了恶搞视频 Are you walkie vs.EU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 EU又是出自于哪里呢 其实这是出自于英国歌手 弗雷迪·莫丘里 他的现场演出非常有名 观众们无一例外 都会不由自主地跟随他的表演 弗雷迪最著名的一次演唱会 是在1985年 穿着白背心的他看着平平无奇 但当他高呼EU的时候 在没有任何人的指挥下 台下的观众都不由自主地回应他 这一切都发生得相当自然 整个演唱会现场也相当的壮观 毫不夸张地说 就连体育场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观众 都被弗雷迪牢牢掌握在了手心里 所以在Are you walkie vs.EU里面 网友们恶搞的点无非就是 迈克尔·杰克逊标志性的嘿嘿 与弗雷迪的EU进行了史诗般的对决 有人说想要对抗凌晨三点的Are you walkie 最好的方法就是播放EU Are you walkie自然就被吓跑了 真的不得不佩服网友们的娱乐神经 五花八门的Are you walkie vs.EU 本来是一个恐怖的互联网传说 一下子就变得杀雕了起来 现在应该不会有人再担心凌晨三点失眠了吧 放心如果哪天再熬夜 担心这担心那的话 那就把正正的视频打开 循环播放护体好了 老实说Are you walkie这个形象设定 是被诅咒的怪物 难道就是因为迈克尔杰克逊比较有名 所以要蹭一下已故天王的热度吗 还是说就是要刻意抹黑他 他们的本意真假难辨 反正有点恶搞营销那位了 不过外国人好像也并不避讳 这种过度玩梗的老把戏了 而且正正觉得最离谱的 就是那个恐怖游戏的目标 是逃离Are you walkie 难道所有的粉丝都能接受这种设定吗 可能这就是一种文化差异吧 所以奇奇怪怪的知识 是不是又增加了呢 不过不管怎么样 不能为了博人眼球 获得点击量和关注 就肆意毁掉经典 恶搞也要有底线 不管是今天视频里面的内容 还是别的网络现象 小伙伴们还是要记住 不该碰的底线不要碰 一旦娱乐过了头 就会乐极深悲 那么大家对于国外网友 恶搞麦克杰克逊这个事情 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理性讨论 那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加关注 我是郑郑 那咱们下期不见不散